結果小朋友吃剩一半卻發現 怎麼出現一條長約5公分的塑膠片 上面還標明數字120 差點就被孩子給吃下肚 是不應該藏商自己的品管 自己要控制好 還叫我們再加強 希望他們之後不要再出現這個問題 台北一位媽媽到美食賣場 買這款花枝蝦牌給孩子當早餐 沒想到卻吃到異物 民眾聽了直覺品管除問題 製造花枝蝦牌的高雄知名食品大廠 衛生局也前往稽查 業者公開洗血蝦人的輸送袋 坦誠是員工疏失 沒把前一天干貝顆粒的尺寸標籤 給收拾乾淨 落在輸送袋上 隔天洗血蝦人又沒發現 標籤一路混雜在美食賣場的 客製商品中 應該是這樣子 剛才卡在你蝦人這邊 就沒辦法看得到 干貝顆粒它有它的size的標籤 因為我們的生產線人員 就是沒有留意到 就是把那個標籤 遺留在我們篩分的那個生產線上面 那導致隔天 我們在處理下刃的時候 他們沒有注意到 業者承諾衛生局 會限期改善 將延長輸送袋 並增加檢查人力 就怕還有塑膠標籤 撐入其他包裝裡頭 也將啟動回收機制 避免再有消費者務實 記者登明高雄報導 好奇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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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